这位汉匪对谢谢两个字有着近乎疯狂的执念 他抢劫时面不改色 谈话时却彬彬有礼 就连胁迫他人都要带个请字 甚至疯狂要求别人对他说谢谢 但凡是对他说了谢谢就一定有好谷的事 而嘴硬不说下场都好不到哪去 他还喜欢给受伤的队友补枪 而原因竟然是担心半死不活的队友受罪 汉匪名叫梅兰天 之所以喜欢礼貌用语 或许与他曾经的职业有关 梅兰天曾是一名摔跤手 在比赛结束后与对手礼貌握手是他的职业习惯 可尽管如此微薄的工资 还是迫使他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 与恶贯满盈的梅兰天相反 慕容辉或许是人世间为数不多的善良 他经营着一家破败不堪的养老院 可子女将老人送来后却全都人间蒸发 虽然没有任何收入 可慕容辉还是接纳了所有老人 即使欠了一屁股债 也从未关闭他那入不敷出的养老院 而他的好兄弟 出租车司机阿耸也好不到哪去 不仅整日只能与妻子窝居 在母亲那如垃圾堆般的房间 家庭关系更是紧张 贫穷的生活好像一眼望不到边 没想到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悄然转动 这天汉匪梅兰天与团伙再次开启抢劫行动 梅兰天独自坐在大巴内等候时机 随时准备接应 只见梅兰天的团伙利用拖车 瞬间拉开了银行大门 随后一股作气闯入银行控制现场 有人想要逃离也被毫不留情地击杀 附近的警察在听到动静后迅速呼叫支援 却被疯狂的汉匪们火力压制 眼见警察支援越来越多 梅兰天竟端着枪下车对警察疯狂扫射 随后更是丢出一枚手榴弹阻碍 但同伙却在撤离途中不慎中枪 梅兰天见状只能礼貌道歉 随后毫不犹豫地将队友击杀 好巧不巧一位小劫匪也在同一个地点抢劫珠宝店 而梅兰天也在撤退途中不经意替小劫匪解了位 面对警方的搜捕 梅兰天与队友胖子分开撤离 准备去约定地点会合 没想到为了躲避突然出现的警察 顺手将庄前的背包丢进了一辆出租车的后备箱 而那个小劫匪在一旁目睹了一切 他抓住机会想要将背包偷走 却不慎将自己抢来的钱锁在了后备箱 无奈他只能带着胖子所抢的钱仓皇逃离 胖子好不容易甩掉警察 转头却发现藏钱的出租车开走了 而出租车司机正是阿松 胖子只能先记下车牌再做打算 抢劫也是需要投资人的 梅兰天带着钱回到了投资人魏叔的基地 魏叔替梅兰天组织了团队 还准备了枪和校车 自然要与梅兰天分钱 没想到魏叔却找借口狮子大开口 刚打劫完的梅兰天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打劫 但无奈人在屋檐下 梅兰天只能先想办法追回胖子丢失的那笔钱 而浑然不知自己后备箱拥有百万巨款的阿松 正和妻子在餐厅争吵 好在慕容辉打来电话替打解了围 原来目睹了抢劫的慕容辉 为了防止自己的养老院关门 竟然也起了抢劫的心思 甚至还想拉好兄弟阿松路火 看着一脸认真的慕容辉 阿松只觉得他是疯了 没想到慕容辉无比坚定 甚至搬出了阿松所欠的债 为了生活阿松只好加入 而此时警察江姐也通过监控发现了 赃款正在阿松的出租车内 浑然不知的兄弟二人还在联系 中间人想要买一把最便宜的枪 而心急的阿松竟然故意 把一万八的枪对慕容辉说成三万八 想要从中赚取差价 单纯的慕容辉信了 转头便向自己养老院的老人们借钱 东听西凑硬是凑够了钱 等到了交易那天 一行人来到游泳馆 没想到卖枪的中间人肥仔 竟然还做了另一桩买卖 将护照卖给抢劫珠宝店的那个小劫匪 乱了套 更倒霉的是还遇见了两个小偷 小偷偷走了慕容辉 与小劫匪准备的钱 中间人肥仔也傻乎乎取走了 两个没有钱的包 而此时梅兰天也根据车牌追踪了过来 阿松更是意外发现了 藏在他后备箱的那笔巨款 好在有巡逻的警察在附近 梅兰天才没有轻举妄动 阿松兄弟二人侥幸逃过一劫 得知拿错货物的慕容辉 决定与阿松回去重新换过 而跟丢阿松的梅兰天决定 与小弟回到当天出租车所停的车行 打探消息 没想到车行的两位小弟正是永迟的小偷 看着没礼貌的小弟 梅兰天瞬间翻脸对着二人就是一顿暴打 还意外发现了他们偷来的钱 梅兰天顺势将钱抢走 没想到爆炸头小偷不服气想要偷袭 却被梅兰天一记爆摔摔死了 此时阿松几人也来到了新的交易地点 没想到中间人肥仔丝毫不给阿松面子 毫不客气地表示 枪支的实际价格只需要一万八 而阿松则骗了好兄弟慕容辉整整两万 但此时阿松心里只惦记着他后备箱的那两百万 货也不要了 趁肥仔不注意一脚油门便带着慕容辉离开了 警察江姐这边也发现了新线索 通过监控他发现阿松的出租车 也出现在了游泳馆的交易现场 于是立刻便脑布了一场梅兰天 阿松与慕容辉三人共同策划抢劫的大戏 阿松与慕容辉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俩就这样稀里糊涂被警方误会成了抢劫的共犯 而此时兄弟二人还在因为骗钱的事大打出手 看着伤心欲绝的慕容辉 阿松与心不忍只好拿出了那天降的两百万 可两人还没高兴一回 警察江姐便通过手机定位找了上来 这下两人都跳进黄河喜不清了 没想到关键时刻梅兰天突然杀出 开枪击倒了江姐与他的搭档 但梅兰天的同伴小胖也被枪击中 因为担心小胖受罪 梅兰天毫不犹豫地在阿松二人面前击杀了他 没想到打开阿松的后备箱后 梅兰天发现那竟然不是他抢的一千万 虽然疑惑 但梅兰天还是劫持了阿松兄弟二人 而阿松也在上车前悄悄捡起了小胖一落在地上的枪 就这样 梅兰天挟持着阿松与慕容辉来到了郊外 在威胁他们与家人报平安后 丧心病狂的梅兰天为了找回他抢来的一千万 竟然逼迫阿松将车开到了悬崖边 可本就意外卷入这次事件的兄弟二人又怎么会知道那一千万的下落 无奈之下兄弟二人开始比惨 或许是有相似的经历 梅兰天竟动了侧影之心 但梅兰天并没有就此放过兄弟俩 而是十分有礼貌地请阿松与慕容辉去打劫 甚至要求兄弟俩说谢谢 面对如此礼貌的胁迫 兄弟二人不得不答应 没想到梅兰天所说的抢劫 抢的竟然是威胁过他的投资人魏叔 打算上演一场黑吃黑 双方瞬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大场面 兄弟二人都手足无措 没想到梅兰天宜当时竟然都不落下风 很快便解决了魏叔的一众手下 而阿松与慕容辉也是胆大 竟然拿了钱丢下梅兰天逃走了 愤怒的梅兰天在打伤魏叔后 很快便追上了兄弟二人 并瞬间情拿住了慕容辉 无奈阿松只能放弃逃跑的念头 三人继续上路前往撤离点 阿松与慕容辉被关进后备箱动弹不得 但兄弟二人还是拼尽全力拨通了警察江姐的电话 并向江姐求助 没想到这时车的油辆耗尽 梅兰天便只好将兄弟二人释放一起推车 也就在这时 梅兰天讲述起了他的悲惨遭遇 原来作为金牌摔跤运动员的梅兰天 几年前得罪了黑帮 而黑帮竟然找到了他的家殴打他的妻子 愤怒的梅兰天当着家人的面暴打着歹毒 没想到梅兰天的儿子却因为害怕夺门而出被雷劈中 面对有着类似遭遇的兄弟二人 梅兰天承诺将在撤离点放过兄弟二人 并分出一部分钱给他们 这令阿松与慕容辉对这位汉匪的印象有所改观 甚至一起唱起了歌 几人好不容易将车推到了加油站 万万没想到梅兰天竟然在这里遇见了那位拿走他钱的小劫匪 小劫匪正打算带着女友跑路 却被突然杀出的梅兰天控制住 并将这对情侣带上了车 可以行人刚到撤离点就被赶来的魏叔与手下团团为主 梅兰天假意投降 慕容辉立刻会议丢出烟雾弹 梅兰天迅速下车与敌人火拼 其他人则飞速撤退 而此时警方也根据线索与慕容辉手机的定位来到了附近 梅兰天已是穷途末路 此时阿松竟然打算卸磨杀驴 丢下梅兰天带着钱独自逃走 可慕容辉却不愿如此自私自利地离去 同一时间梅兰天成功阻挡了魏叔的追击 没想到魏叔突然背后开枪击中了梅兰天 但汉匪毕竟是汉匪 最终还是在决斗中反杀了魏叔 虚弱的梅兰天眼看就要撑不住 慕容辉与阿耸却在这时折了回来帮助梅兰天逃离 但梅兰天受的伤还是太重了 他虚弱地下了车 最终还是在一条清冷的马路上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直至临死前他还紧紧转着他抢来的钱 或许这位汉匪最后惦念的 是没能把钱送到家人手中 日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经历了这荒诞的一切 兄弟二人也终于互相放下了芥蒂 他们受到了处罚却感到如释重负 或许平凡的人生也有平凡的美吧 这个男人教会了所有家长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家的熊孩子 看着眼前乱拿水枪射击的小男孩 他笑着招呼着男孩过来 并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把左轮手枪 直接和男孩换了那把水枪 并说着哥哥这把更好玩 谈笑间 男人就成功把一把凶器转移 而天真的小男孩拿着左轮手枪 站在人群中 就在这时 通过BB机 男人得到同伙的传呼 上面写着货已经到了 于是其他二人立刻整装待发 他们的目标就是一辆运送的 千万现金的运钞火车 随着老大豪哥在火车上开始动手 其他二人也戴上防毒面具 三妹开着面包车 直接闯进了押送目的地 面对着让他停车的保安 三妹直接一枪抱头 而其他人也开始动手 随着枪声响起 护送人员开始和豪哥三人 展开激烈交锋 尽管警察们穿着防弹衣 可是在豪哥的火力压制下 只能通过护盾勉强前行 即便他们接近了豪哥的身 但是对方的进展能力更是一举 很快 那些押送人员便被豪哥一个人镇压 与此同时 三妹开着面包车 一个漂亮的甩尾 解决掉保护乘务员的警察后 把车停在火车附近准备接应 此时 距离动手仅仅过去了三分钟 这三个人就完成了 抢劫千万现金的实施结案 豪哥还嚣张地让随行武警当苦力 把百亿现金运送到面包车里 而他们之所以敢如此猖狂地作案 完全是利用了当时监控设备 不先进的环境 做完这一切后 豪哥并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把一颗手雷塞到了乘务员手中 心平气和地说着 手雷就是他的命 并嘱咐着不要撒手 拉下保险栓后 豪哥扬长而去 而乘务员此时已经被吓破了 面对赶来的警察 女孩被吓得松开了手 而警察持枪 看到手雷掉在地上 立刻拽着乘务员后撤 并同时警戒队友说有手雷 手雷的爆炸 引发了运钞面包车的邮箱 顿时爆炸声在火车站响起 而拿到了千万巨款的兄弟三人 此时已经转移到一家出租屋里 看着鲜红的钞票 老二不由的兴奋异常 而老大豪哥却警告自己的弟弟妹妹 一年内谁都不许动这笔钱 此时 作为公安局的队长长队 开始接手这个案子 奈何对方做完案后就销声匿解 以至于案件迟迟没有进展 此时 在一家赌场里 美艳的女人让大家纷纷下注 并傲娇地让他们看手牌 不要盯着自己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出现 挑起女人的下巴 说着别影响赌场的声音 而女人却害羞地说 自己只是过来帮忙 恰好 老二就在这家赌场里 本想着把一千万翻个翻 却不想连输好几句 最后还向老板借了两千元高利贷 可是这两千块并没有让他逆风翻盘 最后 输光身家的老二想要离开 却被赌场的人围困不让走 此时 那赌场老板也亮出了自己的獠牙 说着让老二把借的钱还了 不然就是坏了赌场的规矩 老二气冲冲地说 自己不差他那点钱 并说自己回去取钱 见状赌场老板直接关了整个厂子 气愤的老二直说 那赌场老板出了老千 在赌场老板和其他打手的拳头教育下 老二不敢再猖狂 手下从他的钱包里翻出了一张 从未发行的新款毛爷爷 见到这张钞票 赌场老板立刻眼睛冒光 转身就用老二的手机给豪哥打去了电话 并要求赎金得是全新未发行的钞票 兄弟三人一起搭伙过日子 老二受了委屈 大哥自然不能不管 于是第二天 豪哥拿着一包50万的现金找到了赌场老板 看着那一捆捆未发行的钞票 赌场老板贪心大气 说着想和豪哥交个朋友 同时他也猜出了 之前火车站发生的大劫案 一千万新版人民币被三个人劫走 作案的就是眼前的人 而对方找死的行为 豪哥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那赌场老板还不知道收敛 竟然张口就向豪哥要一百万的封口费 豪哥此时也不知道是该夸他勇敢 还是蠢盾如猪 一旁的三妹身之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他先安稳住赌场老板 假意地说自己去取钱 而取回来的可不只是钱 还有两把机关枪 作为人质的二弟此时也露出了笑容 用肝粉灭火器做掩护 豪哥直接大杀四方 重火力压制下 赌场老板的小手枪就有些不够看了 爆发的枪战把警察吸引至此 随着警车的鸣笛声响起 兄妹三人戴上防毒面具 不过他们并没有急着离开现场 反而是紧紧咬着赌场老板 一边追赶一边跟警察做对抗 一颗颗手雷不要命地往外面撒去 赌场老板趁着爆炸逃走 失去了目标的兄弟三人 立刻拿着赎金离开 临走时 老二还拿走了饭桌上一尊金佛 三人开着车逃离现场 不过他们没有离开 而是选择向赌场老板报仇 三妹扮作战监女 诱惑着赌场老板开了门 豪哥拿出大哥的气场 直接闯进了赌场老板居住的房间 在黑洞洞的枪口 以及越缠越紧的撕金威胁下 那赌场老板叫着豪哥说自己错了 甚至辈分一声再声 叫爸爸 祖宗都没有用 而那老二更是发狠 拿着金佛一下一下地砸着赌场老板 现在终于知道 他拿走那金佛有什么用处了 抢了一千万的大人物 可不是能被人随意拿捏的软柿子 而此时 警察也赶到酒店现场 围追赌劫之中 三妹意外中枪 他们的劫匪身份 注定了受伤后不可能去医院做手术 而妹妹也不想连累自己的兄弟 只说想要回家去看看 豪哥不想让妹妹死 坚持让弟弟开车去医院 而此时 他们的家已经被警察发现 那铺满一整个床的现金让警察傻眼 同时 也确定了居住在这里面的人 就是劫持一千万现金的劫匪 此时 回到家的兄妹三人看着被团团围住的房间 不甘心的豪哥想要把钱抢出来 为了这些钱 他们已经成了通缉犯 甚至妹妹还为此中了一枪命在旦夕 他不甘心 此时中枪的三妹抓住豪哥 恳求着不让他过去 弥留之际 他说出了那一句话 原来是自己忘了 兄妹三人从来都是没有家的 这句话 是想让从孤儿院出来的兄弟们放弃 临时找了一间房间做据点 豪哥安排着接下来的布局 他让小弟开车送妹妹去医院 然后老二在外面堵住警察 豪哥则带着妹妹持枪闯进手术室 他要用枪威胁医生为妹妹做手术 可是三妹知道自己已经来不及了 他叫过豪哥 说着对方曾经向自己保证过 这一千万事做的最后一次 之后兄妹三人就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得到豪哥的保证 三妹松下了心头那一口气 随着妹妹的离开 豪哥做事越发狠辣 在买好妹妹后 老二问着豪哥接下来去哪 而豪哥却说自己要干完这最后一票 完成妹妹的愿望 如今那一千万已经被警方扣押 豪哥决定把目标放在如今最大的银行身上 有用有谋的豪哥先放出了一个烟雾弹 在劫持银行之前 先把一旁的金电洗劫一空 甚至连周边一些农用储蓄银行也不放 而他们这样做 就是为了扰乱警方 分散警察的兵力 这样就可以对最大的银行下手 作为此次结案的直接负责人 长队似乎嗅到了一些不寻常 没错 连打劫最大银行的计划都是豪哥的烟雾弹 他实际的目的是野炼厂产出的一千多公斤黄金 而想要顺利劫走这批黄金 首先就要误导警察 毕竟黄金可比人民币值钱多了 流通面也广 抢劫不是难事 如何撤退才是关键 于是豪哥掏钱花重金买了更强大的火力 并在交易过程中黑吃黑 准备好武器后 他们贿赂炼金厂的经理 把老二安排进工厂做了一名员工 可是就在他们准备动手时 警方却意外发现了三昧的尸体 以及用来祭奠的那束玫瑰 玫瑰花上包着的报纸让长队陷入了深思 于是他来到野精厂 利用警察的身份见到了厂长 并在办公室发现了老二的入职身份信息 在厂长保证那些人都是知根知底的人 绝对不会出现问题时 长队就已经知道 那些劫匪最终的目标就是野精厂的黄金 因为在动身之前 警方就得知了劫匪的画像 于是 警察在野精厂附近团团设甲 准备来个瓮中捉鳖 此时 那厂长还不知好歹地抱怨着 说自己停工停产配合 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在得知厂长把精子转运走后 长队怒从心声 因为精子不出厂子一切都还有把握 果然 如长队猜测的一样 那运送金条的货车在半路上就被豪哥劫走 甚至还搭上了不少陪送武装人员的性命 而就在他们准备搬黄金时 警察也闻风而来 看着对方用两把步枪赋于顽抗 警察也暂时奈何不了对方 只能打消耗战 而豪哥此时则开着武装押运车准备离开 兄弟定下暗号分头逃亡 可是豪哥不知道 自己的弟弟已经选择了用生命为他增加逃亡的时间 只见老二直接拿着步枪对着警察一顿冲锋 最后更是在枪林弹雨中 拉下手榴弹 被炸死在当场 背着一切吓傻眼的豪哥心中悲痛 在失去了弟弟和妹妹之后 豪哥开着武装押运车 与长队在大街想象中追逐 而长队则用车头死死顶着豪哥的武装押运车 二人厮杀之间 黄金洒的遍地都是 最后 二人闯进了一家废弃工厂 受伤不清的二人展开最后的搏动 两个人近身肉搏 长队拿起一块钢板 直接打晕了豪哥 同时说着 他绝对跑不掉的 至此 震惊全国的特大抢劫案告破 参与其中的劫匪死的死 伤的伤 被抓的被抓 这也印证了那句武皇 自古以来 邪不压正 这位看上去老实巴交的 KTV保安前一秒刚被闹市的顾客论 没想到下一秒 顾客竟陪着笑要与保安合影 原来闹市的顾客 曾经是这保安的忠实粉丝 保安名叫陈锋 曾是叱咤风云的拳王 绰号疯子 可在12年前的一场街头斗殴中 陈锋不慎将闹市的对手打死 而他也因为过失杀人被判了12年 时过境迁 当陈锋出狱后早已误使人非 他失去了昔日战斗血性与意志 沦为一位唯唯诺诺的保安 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 他也失去了家庭 妻子改家 就连女儿也不认他这个父亲 而妻子的新丈夫 正是他曾经的跟班小丽 如今风水轮流转 小丽早已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商人 就连当地黑老大黑爷的资产 也即将被小丽吞并 这天陈锋如往常一样 来到了女儿的校门口 身陷窘境的陈锋 只能远远观望 但还是被前妻发现了 陈锋就像犯错的小孩 狼狈地逃开 他无法面对曾经的妻子 可前妻最终还是找上了门 看着陈锋破败不堪的居住地 前妻心如刀绞 他挨家挨户地寻找着陈锋 陈锋终于还是妥协与前妻见面 原来前妻一直没有忘记陈锋 可陈锋却自知亏欠母女二人 始终无法面对他们 为了帮助陈锋找回重新生活的勇气 前妻决定安排陈锋与女儿陈琛见面 去往餐厅包间的路上 陈锋心事重重 忐忑不安 丝毫没有了当初踏上赛场时的那般意气风法 他毕恭毕敬地坐下 可陈锋似乎并不待见这位父亲 言语间都充满了刻薄 仿佛跟班小丽与他们才是一家三口 而陈锋才是那个局外人 不仅如此 陈锋甚至毫不客气地要求陈锋为这顿饭买单 为了挽回自己在女儿心中的形象 陈锋只能硬着头皮来到前台结账 可一个月只有三千五公资的陈锋 全身上下连这顿饭的零头都不够 曾经的跟班小丽 前妻的现任丈夫出现替陈锋买了单 而这一幕正巧被前妻与女儿看在眼里 陈锋失去了尊严 他犹如一只丧家犬蹲坐在路边 幸运的是 曾经的好兄弟找到了陈锋 原来当初陈锋正是为了替他出头而进的监狱 如今好兄弟经营着一家拳馆 决定帮衬陈锋一把 不仅将陈锋带到了自己的拳馆 还推动陈锋做了馆长 因为陈锋也是个格斗迷 前妻决定让陈锋教陈锋练拳 以此增进妇女俩的感情 当陈锋再次见到陈锋 自己的女儿依旧冷漠 不仅在接下来的训练中 对陈锋的教导不屑一顾 甚至还搬出了自己的偶像拳王微少嘲讽陈锋 陈锋只能一声不吭承受着 没想到就在这时 信任拳王微少竟然也来到了拳馆 看到自己偶像的到来 陈锋兴奋地想要上前 可微少是冲着陈锋去的 原来陈锋失手打死的正是微少的亲哥哥 微少来者不善 但陈锋依旧微微诺诺没有一丝当年的锐气 他没有勇气面对微少发出的挑战 只能百般推脱 可当微少要求陈锋钻他裤裆时 为了结束这场闹剧 陈锋竟真的妥协钻过了微少的裤裆 而这一切都被女儿晨晨看在眼里 面对微少的羞辱 微微诺诺的陈锋彻底失去了尊严 甚至当微少出言嘲讽陈晨时 陈锋也无能为力 面对微微诺诺没有一丝尊严的父亲 陈锋更加抗拒 在训斥陈锋一番后 愤然离开了拳馆 女儿的话如真一般扎进了陈锋的心里 就连曾经的好兄弟也指责陈锋毫无尊严 回到家后他静静地躺在床上 他幡然醒悟 拿出了曾经的拳套 陈锋终于找回了曾经战斗的意志 他奔跑在雷雨中 重新找到了微少 接受了微少的挑战并毫不犹豫地按下了生死状 一个月后 如果陈锋赢下比赛 微少就必须亲自给陈锋道歉 就这样 为了找回自己巅峰时的状态 陈锋不分昼夜开始了疯狂的训练 为了女儿不再难过 为了那些一直支持她的人 她势必要找回失去的尊严 曾经叱咤风云的拳王陈锋 终于回来了 很快到了比赛的日子 微少与陈锋约在了一处没有观众的郊外 两人紧张对峙着 大战一触即发 微少率先出击 进攻训捷而猛烈 她将失去哥哥的痛苦化作暴风咒语般的铁拳倾泻而出 陈锋艰难招架着 一时间竟被微少压制 但陈锋毕竟是曾经的拳王 她不仅抗下了攻击 还抓住机会一脚击倒了微少 微少起身继续攻击 但也被陈锋化解 再次起身后 微少的眼神愈发凶狠 她迅速击倒陈锋 疯狂践踏着 但陈锋还是调整好状态反击 战斗愈发胶着 面对微少的步步紧逼 陈锋终于不再留守 又是一脚击飞微少紧接着便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微少难以招架 很快便落入下风 甚至到最后双方都摘下拳套 开启了一场拳拳倒肉的拼杀 很快两人的体能即将到达极限 陈锋抓住机会迅速擒拿住了微少 掰断了微少的手臂 可断了一只手的微少竟然还不认输 想要继续发起进攻 可输了就是输了 面对陈锋提出的去给陈琛道歉的要求 愤怒的微少果断拒绝 没想到方才很利的陈锋 为了女儿竟然毫不犹豫地向微少跪下 她不希望因为这些事给女儿带来阴影 看着为女儿跪下磕头的陈锋 微少终究还是动容了 她找到了陈琛的学校 并为自己曾经的出言不逊 郑重向陈琛道歉 前妻也因此找上了陈锋 并正式邀请陈锋参加陈琛的生日聚会 没想到小丽竟然再次找上了黑爷 试图吞并黑爷的资产 面对小丽的步步紧逼 黑爷不再忍让 暗中决定对小丽的妓女 也就是陈琛下手 很快便到了陈琛生日聚会这天 没想到陈琛对陈锋的礼物依旧不买账 反而是对小丽这个继父的礼物赞赏有加 她当着陈锋的面把小丽叫做爸妈 并表示自己的父亲还没到场 甚至对着陈锋阴阳怪气 在生日会上大发雷霆 面对女儿咄咄逼人的指责 陈锋心如刀角 她目光呆滞 如同行尸走肉瞬间被抽去了灵魂 陈锋最终还是一个人落寞地离开了生日会 没想到陈锋离开后 黑爷的手下便找上了门 毫不犹豫绑走了陈琛 关键时刻在路边怅然若失的陈锋 正巧遇见了被绑上车的陈琛 她迅速展开追击 可两条腿又怎么跑得过四个轮子的车 眼见车辆渐行渐远 陈锋也没有放弃 没想到下一个路口 陈锋便被飞驰而来的汽车撞飞 昏迷中的陈锋仿佛看见了自己人生的走马灯 她已经失去了一切 不能再失去女儿了 尽管已经身受重伤 但陈锋最终还是凭借意志力挣扎地从地上爬起 骑上路边的自行车疯狂追赶着绑匪 功夫不负有心愿 陈锋终于一路追查到了黑爷的宅邸 她不敢有片刻的休息 立刻潜入豪宅搜寻着陈琛的踪迹 面对守卫 她毫不犹豫地发起进攻 她挥舞着凌厉凶狠的铁拳 击倒一个又一个阻碍 即使是面对一群守卫的进攻 陈锋也能三下五除二地解决 终于 她发现了一丝线索 找到了陈琛的所在地 陈锋借着夜色潜入 她流着血 方才的车祸已经对她造成了严重的内伤 但她此刻一心只想救回自己的女儿 她没有过多的休息 转身又来到了大厅 没想到这里的守卫如此之多 他们拿起武器迅速对陈锋发起进攻 陈锋迅速反击 以当时可面对蜂拥而至的守卫 陈锋也逐渐有些力不从心 她只能一边对抗守卫的进攻 一边努力寻找女儿的踪迹 几番战斗下来她已经遍体鳞伤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 陈锋爆发了 她不再留守 拿起武器硬生生击倒了所有敌人 终于 她找到了陈锋 可自己却被敌人偷袭中了一刀 面对歹徒持刀以陈锋的性命进行威胁 陈锋竟然徒手抓住了刀刃 一拳击倒了歹徒 成功救下陈锋 没想到就在这时 黑爷的王牌打手出现拦住了陈锋 面对压迫感十足的打手 身受重伤的陈锋只能带着陈锋缓缓后退 可打手又怎么会轻易放过妇女二人 凶悍的进攻瞬间便将虚弱的陈锋打倒 可为了女儿 陈锋竟然硬生生靠着顽强的意志力抗下了所有攻击 与打手拳拳倒肉地互殴起来 眼见占不到便宜 打手竟然攻击陈锋的伤口 甚至拿出武器疯狂击打陈锋 陈锋瞬间陷入被动 陈锋听得父亲为了他而搏命 再也绷不住了 面对打手的警逼 也为了陈锋的安全 陈锋突然抱起 奋不顾身地将打手飞扑下了脓 而他自己也重重摔了下去 一切重归平静 陈锋看着以一己之力战胜所有匪徒的父亲 心中百感交集 好在陈锋还是靠着顽强的意志挺过来 父女俩坐在台阶上 陈锋看着陈锋口袋内关于他的照片 才明白原来陈锋正是靠着这些照片 在狱中坚持了12年 女儿就是他的一切 而黑爷爷很快被警方逮捕 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一切终于结束了 陈锋也终于决定接纳自己这位疯子老爸 陈锋赢下了自己的人生 或许明天便是新的开始 上个世纪的金三角地区动荡不安 四处充斥着战火 同时这里也是各国特工的聚集地 他们卧底在这危机四伏的地带 希望能得到有利的情报 我们的主人公小人一家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战斗机轰鸣而过 赤锋军很快就会攻到这里 小人父亲的好友长叔选择去泰国躲避一段时间 而小人一家则选择留下 没过多久 赤锋军攻打进了他们的村庄 小人的父亲被对方首领雷龙抓住 为了保护孩子们 母亲将小人和妹妹藏在了柜子里 小人怕妹妹哭出声 一直捂着妹妹的嘴 外面雷龙要他们夫妻交出 美国情报局的文件 他们不肯交 雷龙便直接开枪将他们二人打死了 柜子里的小人就这样亲眼目睹 父母死在了自己眼前 临走雷龙还不忘放了一把火 等到人都走后小人猜出来 可妹妹因为躲得时间太久 竟意外被闷死了 在村里其他人的帮助下 小人给家人举办了简单的仪式 长叔也坐飞机赶了回来 小人见到长叔后跑过去放声大哭 复仇的种子也在他心中悄然生长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小人跟随长叔生活在泰国 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空军飞行员 这天在训练时 小人心不在焉 满脑子都是父母被杀石的画面 痛苦的回忆让他险些坠迹 好在关键时刻他调整状态迅速爬升 这才避免了一次重大事故 训练结束后好友前来安慰 结果转身好友就告诉了长叔 原来小人从报纸上得知了 雷龙出现在泰国的消息 而且现在的他是个亿万富翁 还跟国防部的高层走得很近 长叔劝告小人 要想杀他绝非一时 但小人早已下定决心 说完小人转身离开了 还将跟随的好友一把推开 小人离开后独自来到黑市购买装备 随后他意外和卖家起了冲突 打斗声引来了警察 为了躲避追捕 他一路躲藏 慌乱之下上了一辆私家车 车上是一位美丽的女士 她非但没有声张 还配合小人帮他逃过了警察 小人也很绅士地给他买了花和水果 由此 小人给这位女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几天后 泰国将军设宴欢迎雷龙的到来 宴席上人多眼杂 便是小人动手最好的时机 长叔的儿子马克也前来帮忙 他们伪装成宾客 混迹在人群之中 小人竟意外发现了 在私家车上遇到的那位女士 她叫莫娜 此刻她就站在雷龙的身边 但这时小人没有管那么多 她全副武装走向雷龙 对着她的胸口开了一枪 但小心谨慎的雷龙早已穿上了防弹衣 这一枪没能要她的命 小人见状便要上前再捕一枪 这时子弹却卡住了没有打出来 雷龙的手下阿狗趁这个时机飞扑过来 将小人扑倒 他们随即扭打在了一起 阿狗抄起身旁的小刀刺中了小人 马克也看准机会 拿起机关枪一顿扫射 众人反应过来 扶起雷龙掩护她先行离开 小人挣脱束缚后举枪追赶 情急之下雷龙一把拉住旁边的莫娜 让她挡在自己身前 见小人没有开枪 雷龙把莫娜当作工具一般推向对方 自己则趁机出门逃跑 小人和莫娜一起倒在了地上 莫娜也看到了小人的真面目 小人本想继续追赶 可自己身受重伤 身后还有警察步步紧逼 只得先选择设法脱身 她脱下外套挡住了受伤的地方寻找出口 可现在大厅里已经被警察封锁 她一时无计可施 突然她看到了一旁的莫娜 她跟随莫娜一同到了安全的地方 小人好奇对方为什么帮助自己 原来莫娜对于雷龙来说 就相当于一件可以随意丢弃的装饰品 如今还可以用来挡子弹 她给小人找来了一些药品 进行了简单的包扎 与此同时 好友马克就没那么幸运 雷龙将她抓住 带到卫生间里进行一顿毒打 还逼问其幕后主使是谁 马克宁死不说 从这个角度打下去 只会少一只眼睛死不了的 简逼问无果 雷龙便让手下将马克杀害了 晚上 雷龙回到房间 对白天拉莫娜挡子弹 仪式毫无愧疚之意 还指使莫娜帮她按摩 你今天表现还不错 救了我一命 回到香港给自己买件首饰 莫娜虽一脸不情愿 但她什么也没说 因为她满脑子都是和小人邂逅的场景 镜头一转 小人回到家中 长叔告诉她 以雷龙的势力很快就会发现她 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美国投靠CIA 同时她也将小人父母的身份说了出来 原来他们都一同效力于CIA 只不过后来雷龙叛变被小人父亲所知 这才导致小人一家的灭门惨案 说着楼下宪兵队找了过来 小人执意要自己下楼 不想连累长叔一家 就这样 小人躲在楼上 看着长叔被警察带走了 她也听长叔的话 来到了美国 和CIA一同计划除掉雷龙 那么首先就从她的女儿雪莉身上下手 雪莉是雷龙唯一的女儿 但父女二人却一直合不来 她一直生活中旧金山 就是为了离开她父亲 在监视雪莉的过程中得知 她有一个外国的男朋友 雷龙派人暗中对这个人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这个外国人竟然是个有父之父 可以看出雷龙很宠这个女儿 可小人一心只关心长叔的安危 他对于监视雪莉的行为并不理解 当晚 小人和CIA照常进行监视行动 这时突然急驰过一辆车 一个叫小黑的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二话不说将保护雪莉的手下杀掉 还将雪莉抓了回去 小黑是黑虎帮的人 他们打算以雪莉当人质来制约雷龙 此时便是小人接近雪莉的最佳时机 CIA的人将小人带到了华福堂 见到了华福堂老大九叔 CIA早就想好了对策 他们将小人伪装成九叔的孙子 并且让九叔在其八十大寿当天 对外宣称小人将成为华福堂的新龙头 小人表示自己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抢回雪莉 清除黑虎帮 手下问到这么做对华福堂有什么好处 九叔开口一百万美金 CIA一口硬下 但也要对方保证让小人成为最有名的龙头 几天后 九叔八十大寿暗期举行 小人按计划坐上了新任龙头的位置 上任后的第一时间 他带人闯入黑虎帮的地盘 此时的小黑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天了 小黑不服气 抄起家伙就和小人打了起来 结果几下便被打得爬不起来 为了树立威信 小人直接举起一把椅子 将小黑砸晕了过去 解决小黑之后小人要将雪莉带走 可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美国警方及时赶到 雪莉连忙跑过去向警方求救 小人举起手枪 几枪将对方的警车打爆 趁乱还不忘抱走雪莉 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 这时更多的警察赶来 小人一行人一脚由门溜之大吉 你紧张什么 这种事情每天都会发生 小人将雪莉带到了郊外 把她关进了房间 可手下却要对雪莉图谋不回 关键时刻小人及时出现制止 你以为你有几条命啊 一条命就够了 临走还不忘警告手下不要乱来 抓到雪莉后 小人便给雷龙打电话 并向其索要赎金 准备一百万美金赎回你女儿 多拿五万块 我要吃好了 在雪莉的要求下赎金变成了一百零五万 在等待赎金过程中 雪莉在找任何可能的机会脱身 她趁小人放松警惕的时候 拿过她的手机想要和外界通话 但小人早就通过暗门在房间里等着她 见这招行不通 雪莉又想到跳窗逃跑 但似乎她的每一步都被小人试破 无奈雪莉只得又一次返回房间 反正逃不掉不如洗个澡 可就在这时小黑带着人找到了这里 躲在屋内的小人也发现了对方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雪莉被吓得躲在角落 身上只披了一条浴巾 小人一把将她拉起 还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她 对方火力太猛了 几个手下不幸中枪 小人带着雪莉逃到了二楼 从窗边跳了下来 她让手下先走 随后自己和雪莉上了一辆车 刚开出没多远 小黑就追了上来 两辆车在公路上你追我赶 互相撞击 谁也不肯服输 最后小人一个油门 直接从后面撞了上去 小黑的车被撞得失去平衡 最后一个翻滚 倒在了路边 等到小黑手下感到将她拉出来时 对方早已不见了踪影 小人和雪莉一路逃跑 见雪莉光着脚 小人贴心地将自己的鞋子给了她 经过这件事 雪莉对机智又幽默的小人刮目相看 二人关系也进一步升温 没过多久 他们在路边搭上了一辆去往城里的车 车上小人和雪莉聊起了雷龙 原来雪莉的母亲跳楼而亡 雷龙却在一旁无动于衷 因此雪莉一直记恨她 但毕竟是自己的父亲 她很想念她 不久后 雷龙等人来到了旧金山 小人便找上门来索要赎金 因为对方有把柄在自己手中 小人的态度非常嚣张 引得雷龙手下的不满 小人坐在了莫娜身旁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要装作不认识对方 她向雷龙炫耀一番 说整个旧金山都是华福堂的势力 临走她还不忘留下小黑被自己摆平的照片 拿到赎金后小人回到家中 雪莉早已经做好了饭在等她 这时突然雷龙的手下冲了进来 正后门的去路都被堵住 小人刚要反抗 便被阿狗用枪抵住了额头 这时雷龙也走了进来 听到这话雷龙更加生气 说着小人转身吃了一口雪莉煮的饭 有妈妈的味道 因为雪莉在一旁求情 雷龙没办法只好放过了小人 你要跟我合作赚钱不是问题 千万别跟我女儿闹就玩 小人看着雪莉 竟心生一阵愧疚 毕竟自己和她在一起只是利用她的感情 但CIA并不在乎 雷龙正秘密运输一批军火给柬埔寨 CIA只想要利用小人来接近雷龙将其消灭 不久后 小人和雪莉一起回到了香港 还在游艇上举行了婚礼 婚礼上她还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莫娜 看着他们二人亲热莫娜心里不是滋味 她将小人叫到一旁 她又一次请求小人救她 可小人却告诉她过去的事不要再提 雷龙很看重这个女婿 她带着小人见了柬埔寨将军的儿子布特 但当天晚上就出事了 重案组的人来检查 察觉到了布特身份有异常 便要将她带走 她情急之下开枪杀了一名警察 双方即刻展开了一场枪战 在乱斗中布特不幸中枪身亡 这下雷龙慌了 她没办法向将军交差 当晚她就找到了小人 她怀疑是小人走漏了消息 我是你半个儿子 我摆他到有什么好处 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她还提出可以和雷龙一起去见布布尔将军 雷龙暂且相信了小人的话 她打算军火一到 自己就飞去柬埔寨 但狡猾的雷龙真实想法 是让小人做自己的替死鬼 算他倒霉啊 他死总比我死好啊 镜头一转 长叔找到小人 他告诉小人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柬埔寨的和平 同时他也看出了小人的不安 做大事不能不有所牺牲 就在他要离开之前 雪莉怀孕了 小人全程心事重重眉头紧皱 中途接了个电话便离开了 原来是莫娜打来的电话 莫娜希望小人可以帮他摆脱雷龙 尽快将他解决掉 此外 他还把雷龙要拿小人做替死鬼的消息告诉了他 雷龙的女人没有人敢碰 除了你 就在二人打算缠绵之时 一直尾随小人来到宾馆的雪莉找上门来 发现开门之人竟然是莫娜 她进门后发现了躲起来的小人 你要玩 你不要玩我爸的女人 雪莉失望至极 郑玉转身离开 莫娜堵住了门 如果让她离开 那自己和小人的事情便藏不住了 二人发生了争执 莫娜一把将雪莉推倒 头狠狠地撞到了玻璃茶几上面 莫娜顺势要将雪莉用枕头捂死 这时小人回过神来 她连忙将发疯式的莫娜拉开 我告诉你 我不要再见到你 我这辈子都不要见到你 小人将雪莉送去了医院抢救 她不禁回想起了妹妹死去的场景 这令她后悔无比 此时雷龙也赶来 同时感到的还有神色紧张的莫娜 手下告诉她是因为小人在酒店召集被雪莉撞见 争执之下雪莉不慎撞到了头 雷龙听后非常生气 但也提醒小人明天捡普寨的行程不能更改 晚上长叔找到了小人 给了她一个追踪器 嘱咐她见到将军时就将其打开 我不想做这个任务 可是我没办法拒绝 小人清楚一旦自己杀了雷龙 雪莉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 第二天一早 小人在出发前将秘密全部告诉了雪莉 自己根本不是华福堂龙头 接近雷龙都是为了复仇 雪莉此时已经有苏醒迹象 她听到了小人的话 她并没有怪她 转眼 小人和雷龙一同来到了柬埔寨 将军单独接见雷龙 其他人便在门外等候 小人打开了追踪器 长叔这边也获取到了他们的位置 随时准备出军接应 雷龙跟随守卫前来见到了布布布尔将军 将军并没有理会雷龙 他还记挂着儿子的死 雷龙一听连忙将责任全都推到了小人身上 说着将军拿出几张照片递给雷龙 照片上是小人穿着军装 还有一张是雷龙和美国CIA的合照 将军根本不听雷龙的辩解 直接命手下将他们枪毙 小人情急之下拿出追踪器扔进了水里 军方这边失去了联络 长叔断定出了事 立马要展开行动 小人他们一行人被拉到一处空地 雷龙命手下将小人杀死 见将军没有阻止 雷龙拿起手枪瞄准了小人 面对莫娜的求情 雷龙一枪打中了她 原来她和小人在酒店的事情 雷龙早就知晓了 说着对准莫娜又补了一枪 这时突然警报声响起 军方的飞机赶到 对这片区域进行轰炸 阿狗趁乱挟持住将军 带着雷龙一起开车逃跑了 小人也抱着莫娜逃到了安全的地方 但她却伤势太重 死在了小人怀里 小人劫持了一架飞机 一路追赶雷龙 将军在逃跑过程中也中枪身亡 但机关枪终归不是导弹的对手 小人对准雷龙的车发射了两枚导弹 将阿狗当场炸死 车也翻倒在了田地里 雷龙奋力爬出来 但此时的她已经是穷途末路 前有小人堵截 后有军方追赶 她没有再逃跑 小人下了飞机 一步步走向雷龙 雷龙还不知道小人的真实身份 难道你忘了二十年前 你在柬埔寨杀了我爸爸 雷龙为了活命 跪在地上请求小人放过自己 小人经过一番挣扎后 最终还是没能下手杀她 将她交给了军方处置 二十几年的大仇如今终于得报 小人也就此留在了柬埔寨 长叔在香港帮她照顾着雪莉和孩子 最后雪莉给小人回行 也同意长叔把孩子带给小人照看 就在一切都朝向好的方向发展时 影片结束了 该部影片聚集刘德华 关之林 吴倩怜等大牌影星 为我们展现了一部经典的香港动作片 情节紧凑跌宕起伏 因为二十年前的一桩惨案 华仔一心复仇 为此她故意接近仇人的女儿 和她产生了感情 但灭门之仇她不得不报 当爱情和亲情发生冲突 又该如何抉择呢 另外美艳的关之林也是本片一大看点 帅哥靓女的组合无比扬眼 男人上一秒还在放肆地笑 下一秒就被志勋一掌插破了喉咙 志勋是韩国最霸气的刑警 人狠话不多 办案从不用枪 凭借两个拳头行走天下 这天 黑老大即将出国 临行前 小弟们给他举办了送别仪式 一群人聊得正热 志勋此时闯了进来 掏出枪 直接对准了黑老大 打了几年交道 黑老大对志勋非常了解 看着拿枪指着自己的志勋 黑老大忽然想起了几年前 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 在一个桑拿房内 志勋一个人坐在角落 见他浑身都是伤疤 黑老大没忍住调侃了两句 结果被志勋打个半死 黑老大知道志勋实力了得 但他仗着人都不怕 还好心地提醒志勋要权衡利比 听了他的话 志勋淡然一笑 一把扔掉了手枪 跳上桌子开始战斗 一时间 场面一度混乱 面对众多小弟的围攻 志勋赤手空拳也能应付自如 还在打斗的间隙 拿起桌上的烟灰缸 朝黑老大发动攻击 有个女人不知死活想偷袭志勋 被志勋一掌打晕 解决完所有小弟 志勋来到黑老大的面前 黑老大想偷袭志勋 结果被志勋抓住打成了残废 第二天刚一上班 志勋的上司就接到了举报电话 面对对方的指控 上司极力地为志勋辩解 而一旁的志勋则是写了封词之信 交到了上司的手中 挂断电话 上司将火力转移到了志勋身上 对于他 上司是又爱又恨 每次都将犯人打个半死 自己却毫发无伤 让他不好对外交代 每次惹事 志勋都会写辞职信 上司已经习以为常 并没把他当回事 继续给志勋安排任务 郑友是志勋的搭档 看不惯领导压榨他 为他出头 不过即使如此 任务还是落到了志勋的头上 为了尽快抓捕强奸犯 志勋找到了小美 小美是酒吧的调酒师 志勋经常来酒吧喝酒 一来二去 两人成了朋友 在酒吧做了一会后 志勋来到一家私密的整形医院 不过他来这里不是为了查案 而是为了打针 其实 志勋的内心住着一个女人 早在很久之前 他就发现了自己的异常 那时他还在上高中 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小俊 两人经常同进同出 时间久了 志勋对小俊产生了一样的情愫 而小俊对他也是不一样的感觉 他们举止越来越亲密 不小心被同学看到 沦为了众人嘲笑的对象 志勋也是在那时才意识到 自己的内心竟然住着一个女人 为了躲避流言蜚语 志勋选择逃避 跟父母一起离开 但没想到的是 在他离开的当天 小俊当着他的面 从楼上跳了下去 就这样 小俊死了 他的死给志勋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他开始压抑自己 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的本性 他开始吃药 看心理医生 还硬生生地把自己炼成了硬汉 每当内心的女人出来作怪时 他就会伤害自己 让自己保持清醒 发现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 志勋决定正视自己的内心 把自己变成真正女人 志勋打了很多风兄针 胸部早该隆起 可奈何他的肌肉太过于结实 让风兄针起不到很好的效果 没办法 医生只能建议他手术 与此同时 黑老大的兄弟许坤来医院看他 志勋把黑老大打成了重伤 短期内无法出院 黑帮顺理成章落到了许坤的手上 由于出事时许坤不在国内 公司的东西没有来得及收拾 被警察洗劫一空 现在只剩个空壳 聊起志勋 许坤满眼崇拜 之前有一次雨夜 志勋来抓他 让他有幸 亲眼目睹了一场完美的作战 在大雨中 志勋以一敌时 一只手就解决了一群小弟 一番打斗下来 连衣服都没事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边 为了让小美能够更好地配合他们 阵友将罪犯的一些基本信息告诉了小美 罪犯是个 性变态 喜欢对有钱的女人或者是穿紧身衣的学生下手 在商场附近选择好目标后 戴着头盔一路骑车尾随 至地下停车场后 实施犯罪 行动前 志勋怕他害怕 特地告诉他自己会在后面跟着 不会让他遇到任何危险 然而行动开始 志勋却接到了医生的电话 无奈离开了现场 知道志勋要彻底改变 医生把金姐介绍了他 志勋没想到金姐还是她的长官 连忙站起来行李 被金姐制止了 看着周围的环境 金姐有感而发 他觉得教堂是个神圣的地方 自己的踏足是对教堂的侮辱 他的话触动了志勋 这些年来 志勋觉得自己过得非常痛苦 他一直在压抑着自己 身体与心里的双重折磨 让他痛苦不堪 或许是经历相似 两人聊得非常愉快 随后 金姐带志勋来到酒吧 这个酒吧跟普通的酒吧有所不同 里面大多数都是变性人 为了让志勋更好的理解 金姐给他看了两个实例 一个是没动手术 非常像女人的男人 一个动了手术 非常像男人的女人 志勋听话地跟嘟嘟来到化妆间 他以为试来试装 结果嘟嘟告诉他 化完要带他出去 志勋怕了 拒绝了嘟嘟的美意 回到家后 志勋开始躁动 看了看墙上的时间 又看了看被黑夜笼罩的小区 志勋觉得大多数人应该已经入睡 于是换上裙子 化了妆 穿上高跟鞋 晃晃悠悠地走出了家门 正当志勋在电梯里自我欣赏时 电梯突然上到了顶楼 进来了一群人 吓得志勋缩在角落一动不动 就在他祈祷电梯赶紧下去时 包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正友打来的 让他立刻回警局 无奈 他只能一边开车 一边卸妆 回到警局 正友告诉他强奸犯抓到了 不过小美受了轻伤 志勋听后赶紧跑了过去 志勋检查小美的伤势 由于离得太近 小美看到了他脸上的亮片 吓得志勋赶紧后退 志勋被小美问得有些心虚 连忙跑到了审讯室 以此来躲避小美的追问 男人本来非常嚣张 被志勋教训了一顿后 变得非常老实 如实地交代了所有罪行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志勋威胁男人 让他不要乱说话 隐藏他打人的事实 不过男人没有听进去 他的注意力全被志勋吸引 还说自己对志勋 有心动的感觉 吓得志勋立马跑了出去 在回家的路上 志勋又回忆起了之前的事情 被同学发现后 两人曾一度想要自杀 看着火车不断靠近 志勋仿佛身临其境 闭上眼睛 等待死亡的到来 车子失去控制 静止撞向了路边的绿化带 巨大的冲击让志勋昏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 人已经被送到了医院 确保身体没事 志勋当即让郑友带他出院 路上 郑友欲言又止 他看到志勋的胳膊满是真空 以为他吸毒 郑友认定了志勋吸毒 志勋又不好说明真相 只能任由他误会 与此同时 许坤带人闯到了志勋家 想从他的家里找一些把柄 好意思要挟志勋帮他们做事 看到一家的女士内衣 许坤还以为志勋有女朋友 找了一圈 小弟们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许坤让小弟们把东西放回原处后离开 自己则在家等着志勋回来 不宜会志勋来到楼下 发现家里的灯开着 他没有直接开门 而是警惕地按响了门铃 看见是许坤 志勋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听说志勋辞职了 许坤好心地提醒他要注意安全 毕竟志勋在职期间得罪了不少人 如今离开警局 很多人都会伺机报复 许坤了解志勋的实力 想把他拉拢到自己的队伍之中 面对许坤的热情相邀 志勋一脸冷漠 直接问他到底什么目的 剑打动不了志勋 许坤只好开门剑山 许坤想让志勋帮他把债款偷出来 志勋想都没想果断拒绝 直接将他赶了出去 送完志勋后 郑友心情不好来酒吧买醉 碰到了小美 知道小美跟志勋认识 他有些好奇两人的关系 于是没忍住八卦了一下 见郑友误会了 玫瑰赶紧给他解释 说自己跟志勋只是点头之交 志勋应该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听郑友这么说 小美愣住了 玫瑰是他的小名 除了他的家人 几乎没人知道 第二天 金姐把志勋叫了过来 他给志勋制定了一套手术方案 只要准备两千万 就可以让志勋一步步地变成女人 志勋虽然干了十几年刑警 但手上的积蓄并不多 想要手术 需要尽快筹钱 这天 领导把志勋叫到了医院 黑老大请了律师 要告志勋以权谋私 故意伤害 为了保全志勋 领导特地带他来医院 跟黑老大和解 他们想利用志勋的事情 威胁红检察官 让他对黑老大从轻发落 检察官一一罗列 黑老大的罪行 并称手里有相应的证据 让律师哑口无言 红检察官不愧是领导 三言两语扭转了局面不说 还顺利挑起了兄弟之间的斗争 回到警局 志勋在整理资料时 发现了许昆所说的债券 见没人发现 他将债券偷偷藏了起来 晚上 大家聚在一起为志勋送别 知道志勋真的要离开 正友非常不舍 喝多了又哭又闹 好不容易送走了正友 小美又找了过来 那天正友告诉他志勋知道他的小名后 他一直耿耿于怀 于是没忍住找了过来 看着志勋熟悉的眉眼 小美终于将他跟记忆中的少年联系了起来 志勋不想让小美追问 只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让小美闭嘴 将小美送回去后 志勋拿着债款的照片找到许昏 想要尽快筹到钱 他只能选择跟许昏交易 确定照片无误后 为了表示诚意 许昏让手下先将钱打进志勋的账户 让志勋先收钱后交货 志勋突然转变态度让许昏有些好奇 不过志勋并没有热心地为他解答 直接转身离去 晚上 许昏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了黑老大的电话 他以为黑老大出事了 结果没想 黑老大之所以让他过来 是要告诉他 要带他一起进监狱 为了不让许昏记恨自己 黑老大还把所有的责任推到了志勋的头上 无赖红检察官是为了保全志勋 逼他做的决定 黑老大要带许昏入狱 许昏没办法对他动手 只能把矛头转向了红检察官跟志勋 话落 红检察官直接朝他们发动了攻击 虽然他的实力不弱 但双拳难敌四腿 不一会儿就败下阵来 看着奄奄一息的红检察官 许昏没有高抬跪手 直接用车门夹死了他 事后 领导愤怒地找到了医院 将黑老大教训了一顿 怕志勋也有危险 领导让振友去找他 结果发现他搬家 无奈 振友找到了志勋的心理医生 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 振友找到了志勋 看着眼前的志勋 振友有些接受不了 直接背了过去 听到志勋的话 振友再也压制不住心底的愤怒 质问志勋为什么要变成 如今这副模样 志勋无言以对 只能任凭振友 振友走后 志勋一个人坐在化妆间里发呆 不知过了多久 振友的电话打了过来 在回去的路上 振友冷静了下来 他想起了过往的种种经历 发现志勋其实一直在压抑自己 他不敢回去道歉 只能来酒吧买醉 借着酒禁 鼓励志勋要坚定自己的选择 见振友喝醉了 小美准备将他送回去 结果走到门口 发现车钥匙没带 他回去取钥匙 振友站在门口等他 这时 许坤的小弟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将振友乱刀捅死 等小美出来 振友已经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第二天 志勋准备出国 在后机时 无意间看到了电视上的新闻 听到振友惨死 志勋还没有反应过来 许坤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许坤杀了振友 抓了小美 彻底惹怒了志勋 他放弃出国的机会 直接杀了过去 一进门就秒了两个小弟 志勋通知了许坤 如愿以偿地迎来了第二波敌人 得知就是这群人杀了振友 志勋出手毫不客气 招招致命 一群小弟 在他的手下没坚持两秒 为了方便打架 志勋掰断了梅甲 刚收拾好 一个大叔从侧面走了过来 听他这么说 志勋直接冲了上去 人只有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才会闭嘴 作为最后一个出场 大叔的实力自然不是盖的 跟志勋打得不相上下 不过即使如此 他还是死在了志勋的手中 志勋不想跟许坤废话 只想尽快救出小美 为了小美 他不惜给许坤下跪 但让没想到的是 许坤告诉他小美已经死了 给他打完电话后 许坤让手下给小美注射了安眠药 然后把他放进报废的车中 等志勋一到就放火把他烧死 小美死了 志勋再无顾忌 拿起地上的刀就冲了过来 一下解决了许坤 经历了那么多场战斗 志勋的体力渐渐下降 在中小弟的围攻下 倒了下来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许坤的小弟没有要他性命 还在暗中让人放了小美 路上 小弟拨通了黑老大的电话 给他汇报目前的情况 让一旁的律师大惊失色 原来小弟是黑老大的人 这一切都是黑老大的阴谋 他把许坤当枪使 让他替自己扑路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不动声色就能把所有人 玩弄于鼓掌之中 影片最后 志勋跟小美走到了一起 他放弃了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最终选择做一个男人